为了帮忙出气居然暴力砸电 在今年5月份 有一群人要到台北市木炸了一间地下撞球馆打球 店员当时以未成年为理由来阻挡他们 这群少年一气之下找他们的大哥来抱怨 而大哥为了帮小弟出一口气 找来大批黑衣人包围撞球馆 不但砸毁了店内物品还把店员给打伤了 而警方现在寻见调查发现 祖贤是黑帮名人会的成员 锁定六名嫌犯将他们依法送办 一伙人大要大摆闯进撞球馆 到场没给好脸色马上清场 不只大声炮烧还拿球杆暴力砸电 其他顾客见状也只能赶紧闪人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原来是帮派里的未成年小弟想打撞球 遭店家拒绝篮下 今年5月多一群青少年 大半夜跑到台北市木炸区一间撞球馆 不过因为未成年遭店家劝离 他们气不过向自己的大哥抱怨 事隔两天主贤找来20名恶煞 骚张闯入撞球店 店内一名店员还惨遭殴打手部骨折 而警方侦办后发现 这名汪姓主席人就是名人会 新店分会的副会长 由帮派背景伤害前科 这位想替手弟出口气 被警方锁定逮捕 汪南未展现失利 纠集大批黑人到场驻危 并打伤店长且毁损现场物品 针对该犯罪组织积极收证 并报警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 一举局提汪南及帮重共6人 这件状球馆2018年也曾经有帮派纠纷案件 没想到这回店家守法 大半夜禁止未成年进入 成了导火线 又爆出牵扯名人会的炸电事件 记得中文报道